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常言到秋天的萝卜赛人生 今天就用白萝卜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不用炒不油炸,天天吃都不腻 接下来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根白萝卜,切去头部和尾部 然后再用一个削皮刀,把外皮削掉 这个外皮的口感比较硬,所以最好是把它削掉 去皮后清洗干净,再改刀切成5厘米左右的长段 再取一小段,先在萝卜的一面切上几刀 这样再来切片就不容易打滑了 接着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薄厚尽量切均匀一些 切片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这个丝尽量切均匀一些 如果刀工不是很好的朋友,可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再下手抓拌均匀 将里面的食盐抓拌至化开,杀出萝卜中的水分 这样也好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抓匀后,先放一边腌制10分钟 接下来碗中放入一把香菇 再倒入温水,将香菇泡发 再准备几根小葱,将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将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把葱叶切成小葱花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拌大蒜,先切成蒜片 再剁一剁,剁成细蒜末 准备一块生姜,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葱姜蒜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猪瘦肉,将猪肉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剁一剁,将猪肉剁成肉末 不用剁得太碎,尽量剁得带一点颗粒感,口感最好 剁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泡好的干香菇,先将它切成细条 最后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萝卜丝也已经腌制好了 看一下腌出了许多水 然后抓起一把萝卜丝,用力挤干萝卜中的水分 尽量把水分挤干一些 挤干水分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倒入肉末,开中火翻炒 将肉末炒香炒熟,炒至变色 然后倒入葱姜蒜 继续翻炒均匀,炒出葱姜中的香味 炒香后,倒入香菇丁 再加入一勺虾皮 继续翻炒均匀,将香菇炒香炒干里面的水分 这样香菇吃起来更香 调味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鸡精 一勺白胡椒粉 再次翻炒均匀,将里面所有的料汁炒至化开 将香菇和肉末炒至入味 炒好后,把它盛出来,倒入萝卜丝里面 接着往里面再加入三勺红薯淀粉 再倒入少许清水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将所有的食材抓拌至混合在一起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 一直抓拌至像这样,能抱成团就可以 然后下手抓起一把萝卜丝 用力给它捏瓷实一点 接着再放在手心给它团一团 团成一个小圆球 大小和乒乓球差不多就可以 依次用这个方法全部做好 接着再摆入盘中 中间要留有一点缝隙 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 锅中水开,放入团好的丸子 盖上盖子蒸20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一股清淡的萝卜清香味扑鼻而来 真的太香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再撒上一些小葱花点缀一下 就这样一盘非常好吃的 清蒸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里面搭配了香菇,肉末和虾皮 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样蒸出来的萝卜丸子 吃起来也不会上火 真的是营养美味老少皆宜 好了,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